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今天我们带来了三个重要的新闻要点 首先,共和党正在密尔沃基举行全国大会 提名唐纳德·特朗普为总统候选人 并且已经发布了严密的安全措施 尽管如此,抗议者仍被限制在指定区域内 其次,在特朗普与宾夕法尼亚州的集会上遭遇暗杀未遂后 福音派教会领袖们呼吁冷静 并强调这是对基督教的攻击 这一事件在各地教会引发了不同的反应 最后,三位可能成为特朗普副总统候选人的人物 对这次袭击事件做出了不同的回应 这些反应展示了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和信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盛顿邮报》报道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本周在密尔沃基举行 计划再次提名唐纳德·特朗普为总统候选人 特勤局已经发布了一些安保细节 包括一个外部安全周边区 车辆必须经过筛查 还有一个内部安全区 只有持有证明文件的人员 如大会参与者和志愿者才能进入 抗议者将无法进入主要活动场地 Fisserv Forum 联邦法官裁定 202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游行联盟 不能沿着计划路线通过指定的安全区 两个较小的公园被指定为抗议区 同样来自华盛顿邮报 在加利福尼亚中部山谷的维萨利亚 一个保守的福音派教会里 牧师在周日的步道中提醒信徒 当审判来临时 号角会向基督徒发出警告 乔尔伦科玛牧师认为 周六对唐纳德·特朗普的枪击事件 也是一个明显的警告 他呼吁停止仇恨和妖魔化对手 全国各地的教会领袖 在周日的礼拜中纷纷呼吁冷静 尽管特朗普在宗教上并不显得虔诚 但他在许多极右翼基督徒眼中 已成为救世主般的象征 各地的教会反应不一 有的呼吁和平与治愈 有的则宣称与特朗普的敌人进行精神战争 最后华盛顿邮报报道 在特朗普集会枪击事件后 本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安保计划 没有变化 执法官员表示 他们在18个月内制定了一个强有力的计划 不需要在枪击事件后进行更新 尽管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州长托尼埃夫斯敦 促扩大枪支限制区域 但目前枪支禁区没有改变 米尔沃基市区已经被围栏 灰凝土障碍物和穿着防弹衣的警察 冲中包围 执法官员表示 他们对现有计划有信心 并会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米尔沃基警察局长杰弗里·诺曼表示 他们已做好准备 确保大会和城市的安全 《华盛顿邮报》报道 三位有望成为特朗普竞选搭档的最终候选人 对周六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发生的枪击事件 做出了不同的回应 参议员J.D.范斯 俄亥俄州共和党人 和马可·卢比奥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 以及北达科他州州长 道格·伯格姆 纷纷发表了公开声明 范斯在社交媒体上指责拜登的竞选言论 直接导致了这次暗杀企图 而卢比奥则通过基督教信仰 表达了对特朗普的支持 称上帝保护了特朗普总统 伯格姆也发问表示 他和妻子为特朗普及其家人祈祷 尽管此次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 特朗普竞选团队仍计划如期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其竞选搭档 华盛顿邮报报道 早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发生枪击事件之前 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就已将2024年总统选举 描述为生死攸关的考验 自事件发生以来 特朗普的盟友迅速将责任归咎于自由派和媒体 而拜登的竞选团队则暂停了广告和活动 但仍坚持强烈的负面竞选 两方竞选团队预计将花费10亿美 源用于互相攻击 距离投票结束还有112天 调查人员表示 目前尚无关于枪手动机的信息 但特朗普的耳朵受伤 现场一名支持者被杀 学者们认为 这种激化和激化的政治环境 导致了暴力事件的发生 尽管两党都呼吁在未来几天内谨慎行事 但美国政治的主要货币仍是怨恨和对抗 华盛顿邮报报道 国会迅速行动 调查在特朗普集会上发生的暗杀企图 中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们 要求美国特勤局提供文件和证词 同时提出加强对总统候选人安全保护的措施 中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 要求特勤局局长金伯利奇特尔 下周出席听证会 而中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 马克格林则 要求提供有关特朗普集会安全计划的详细信息 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 加里·彼得斯也宣布进行独立调查 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简短讲话 表示将审查特勤局的计划和应对措施 尽管一些议员对特勤局的规划和响应提出质疑 但也有议员认为 应让调查过程自行展开 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 在周六的袭击事件后 一群以埃隆·马斯克为首的 亲特朗普亿万富翁 利用他们的社交媒体平台 批评特勤局的多样性计划 谴责民主党捐助者李德·霍夫曼 并对枪击事件提出未经证实的指控 这些强大的商业领袖的言论 影响了平台的方向 以及数百万人所看到的故事线 马斯克在枪击事件后 公开支持特朗普的帖子 获得了超过1.18亿次浏览 和33.22万次转发 超越了奥巴马的一条帖子 马斯克还指责 特勤局的多样性、平等和包容计划 称其导致了安全漏洞 并嘲讽特勤局的女特工 马斯克的内圈成员 如风险投资家大卫·萨克斯和肖恩·马奎尔 最近几个月也支持特朗普 马斯克还利用平台攻击民主党人霍夫曼 称霍夫曼的言论使特朗普成为烈士 霍夫曼后来澄清说 他的言论并非指实际的身体伤害或暴力 华盛顿邮报还报道了2024年共和党全国大会的相关信息 预计将有超过5万人前往密尔沃基参加大会 超过2400名代表将聚集在一起 批准党纲并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 大会预计将总统特朗普的胜利巡游 尽管在周六的竞选集会上 发生了针对特朗普的未遂暗杀事件 导致一人死亡 两人重伤 大会的主要节目将从7月15日星期一开始 持续到7月18日星期四 地点在威斯康辛州的米尔沃基市 大会的主要演讲者包括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J.D.万斯等 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将在周三发表演讲 而特朗普本人将在周四晚上发表讲话 大会将通过多个在线平台进行直播 并由华盛顿邮报进行报道 拜登总统在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后呼吁团结 并宣布将于当晚8点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 拜登在副总统哈里斯、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 和国土安全部长亚利·杭德罗·马约卡斯的陪同下 发表简短讲话 呼吁美国人民不要对枪手的动机做出假设 并强调团结的重要性 这次讲话是为了在特朗普竞选集会上 的枪击事件后做出适当回应 该事件导致特朗普受伤并造成一人死亡 拜登还指示特勤局审查集会的安全措施 并重新检查即将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的安全协议 拜登的讲话显示了他作为总统和候选人的双重角色 这次枪击事件已经开始重新塑造2024年总统竞选的格局 拜登取消了原定的行程并暂停了竞选广告活动 以应对这一事件 与此同时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团结 两人还在枪击事件后进行了简短的电话交谈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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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